18分钟 到点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把我请下来 好吧 我来自华南师范大学 我在刚才听到大家前几位嘉宾在谈的 对于传统教育 我们能看到大家会有很多的感触 那么我做的叫未来教育 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之前谈的那些 可能不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相对来说我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但是我做的还是教育 我还是要回应来自于社会各界 对于我们教育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看法 质疑和挑战 那么这个回应 我其实用了两段时间来去探索 第一段八年我是用来干嘛 我是用来在基础教育的现场 我来当老师体验了一下 我大概有教了三千多个学生 第二段我来到了大学 那么我主要的任务是做什么呢 做未来教师的培养和现在教师的培训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亲自主持了50多个跟学校 跟教育机构 跟各种各样公司的这种合作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张力结构 我能够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我们未来的教育的走向 有我自己的解决方案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 谈出了问题 和我们很多贝赛斯的同学 展示了他们的才艺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而这几个观点 大家不用去看很高深的材料 你们都能解决 第一本书我想跟大家推荐 叫西游记 为什么一定要看西游记呢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不完美 在五个取经人当中 可能好像个猪八戒 对吧 你遇到困难他就要回高老庄 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好的团队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内卷到 让我们的孩子最完美的那个人 还是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 或者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这是我们家长要有的一个智慧 第二本书水浒传 宋江你要说财艺 要说财力 要说武艺 它都不是最好的 但为什么它是成为头领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 第三本毫无疑问 红楼梦 如果我们家长会把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 或者物质的追求 所有东西都完美化地呈现 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 越找熟的孩子 很可能越找腰 越找躺屁 最后一本书 是什么 三国演义 这位同学 广州中学的同学回答得很对 三国演义 我们能在里面读到什么样的教育的那个经历呢 是老爸多么英文英勇神武 但是如果家庭教育没做好 富二代接班都掉脸子 所以怎么办 我们一定是要从回归到教育的尝试 教育的现场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接下来的教育应该要从 刚才非常多的专家谈到的 我们要富能 对吧 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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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学生摁在地上了 那么大家就卷在里面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认为一定在富能的同时我们要干嘛 要不断的要失能 能够让大家出产绽放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对我们现在的 所有的教育现场的工作者 其实包含各位家长 还有包括有些教育界的同仁们 我们一定是要富能和失能去融合 来去进行探索 为什么 因为我去到我任何一个实验学校 我都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听课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听课的现场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中 普通的高三 可能很多教授你都经历了过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课堂 上完课 老师上课上得非常棒 无可自在 但是上完课之后 我走到台前 我说我拿起我的照相机 同学们我要拍一张照片 我问一个问题 然后拍出来照片就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 后面有几个男生露出了脸 其他同学都捂住了脸 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说刚才那节数学课 老师讲卷子 那道卷子 你们已经考过一遍了 对过一遍答案了 老师又讲过了 这节课讲了五道题 再给你做 你能做对多少道 我捂住脸 露出了一个一 有多少个孩子 十七个 各位 如果你是家长 你毫无疑问 你一定是焦虑的 对不对 我的孩子五道题 才做对一道 那怎么办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是五对 都做对 那你又会怎么想 对吧 你说老师讲得更难一点 让我孩子能够在其他的内容里面 能够走得更远 那么如果我只能做的一道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说 哎呀老师你讲慢一点 对吧 让我的孩子能够想得更好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你会想 我一个老师 我要对于你们那么多家长的需求 我怎么办 无码分丝咯 各位老师其实也很可能会在个头刚的压力之下 我也躺平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归到常识 我们是希望 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来去挑战 我们这个翻译笔有点 调皮 我们要由原来贯注 老师应该怎么样教得更好 老师应该怎么样更努力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把视角调整回来 我们说课堂学习的主体是学生 那么这个灵感来至于哪里 来至于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一对母子的对话 新年 然后妈妈说 孩子让我们明年一起努力吧 孩子说不 妈妈让我们一起玩吧 对不对 书的孩子都是这样的表达 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往往在这个时候呢 孩子更接近学习的真相 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在玩中学做中学 如果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成年人站在我们成年的视角 我们很可能是把他摁在地上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释放 而这个过程 我们其实通过大量的探索 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负能和书能融合 一定是要利用好我们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生的认知 学习的基本的规律 如果我们要谈负能 原来我们非常长到这一块 当然毫无疑问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条件 更好的什么 科技助力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使用的过当 那么毫无疑问 孩子们可能会被摁在地上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去融合另外一块 属于我们成年人最能够发挥力量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忽略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去释放孩子的能量 第一个孩子你选择太苦了 对吧 所以昨天考完师 这位广州中学的妈妈就带孩子 过来这里面释放一下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举动 第二个呢 我们其实还要干嘛 我们还要不断地去鼓励 让孩子看到他的每一次努力 都能够被他身边的最重要的成年人 最重要的关系者能够关注到位 第三个我们其实还要做各种各样的协同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人战斗 还是行单一致 单枪匹马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什么 骑着白马可以来去捕捉 而是关键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他是未成年人 他是需要成年人给到他 更多的关怀和激励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激活起来 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们想要的未来课堂 为什么 因为未来课堂一定是基于 对学习者的 学习价值的激活 好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有一个小模型 我们说我们未来学习 一定是有三个 三个的套路 或者三板斧 而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的模型结构 你会发现这很不教育 为什么 学加习加疗愈 这个学和习 不就是它本来应该要有的意思吗 另外还有一个疗愈是怎么来的 那么让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学 我们现在非常关注 一定是要让学生在单位时间里面 学得更多 学得更扎实 而且更有效率 那么事实上 更有效率的方式 其实最本源的教育原理告诉我们 其实就是让学生 能够基于什么 基于他的内在的驱动力 来去进行学习 而老师怎么样去驱动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呢 毫无疑问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问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爱因斯坦说过 提出一个问题 比较问题更重要 好 那么这个提问 我们做了很多学校的态度 有一个学校的案例 我给大家呈现一下 我们在这个学校听课 听了好多老师的课 听了好多老师的课 那么 你们看了这个数据 当然 因为不大清晰 但我告诉大家 我们会发现 一节课40分钟 有一位老师问的数据 他问了50多个问题 各位40分钟问50多个问题 大概会问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把老师的课堂的 那个所有的文字 我们熟悉出来 我告诉大家 在哪里 第几行 是不是 实际上你们会发现 大量的这样的问题 它其实对我们的学生的思维 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出来 然后我们跟我们的老师说 我们可能现在的课堂 并不是说 要用大量的 大量的引导行为的方式 来去让学生进入学习的状态 而是应该提出核心的问题出来 让学生不是跟着我们跑 而是我们要助推 让他们能够自己拿着望远镜 拿着放大镜 自己去找 而这个过程 很多老师 我们说一点就通 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老师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教育者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次的数据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的老师设计了大量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 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学习效率非常高 我们后面的检测 每个老师都能感受到 原来我们并不需要 太多高大上的东西 只是需要我们在 对学生学这个策略上 回归常识 进行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调试 可能就能做得到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关注习 对吧 毫无疑问 我们说学很可能跟输入有关 那习一定是跟我们大家输出有关 我们进行了一个调研 我们找了两千多位 那个志愿者来去做相关的这种调研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结构 它有大量都是一线的老师 校长 还有教研员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家长 那么我们问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的课堂 或者未来的课堂 要赋予学的什么样的能力 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 如果让你来填 你会觉得前面几个能力会是什么 是不是答题 是不是书写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立刻就能想到 它毫无疑问 一定不是我们现有的执笔考试 所要关注的那些能力 你们看一下他们的能力是什么呢 排名第一的是沟通 第二是创新 第三是合作 第四是问题解决 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一线的很多教育者 他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孩子要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的孩子要具有非常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他们不是要成为一个执笔的学者 而是要成为一个综合问题的解决的大咖大师 也因此我们现在的课堂 要有大量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未来学习当中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定是要让学生多样化学习 多样化学习 那就肯定不是让我们的同学 一二三你做好 小眼睛看老师 对吧 我们已经不再是用这种行为 训导的方式来去对学生进行要求 我们希望你们动起来 不仅是手要动 我们还要脑子要动 那么我们在很多地区 我去过贵州 去过梅州 等等是非常多的山区 就在大家认为 可能孩子们相对来说 表达能力比较弱 或者我们的老师的实质队伍 的健身的素质相对不是太强的地区 我们就做这样的挑战 我们告诉大家 一切皆有可能 而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 所有的孩子的表现 都超过了我们原来对孩子的 预先的设定 这个我们能看到 在梅州汤庚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孩子们 他们就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没有任何前期的基础 他们做出了非常棒的产出 而这些是让所有的 不管是他的老师 他们的校长 包括大学的很多观察的专家教授 他们觉得完全想不到 从我个人条件来说 孩子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 他们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会有非常强的能量 我们是需要老师们 创造这样东洋化的学习机会 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发展的平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会对很多老师说 哎呀 对 就是那样的课堂 就是那样的环境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什么 传统的模式之外 创造很多可能性 我们要让幼儿园的老师们 觉得一个足球 除了用脚来踢之外 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抓在手上玩 我们可以让我们初中的 农村的孩子 他们要知道 原来我们要进行体育测试 我们的一个球 我们只能够是用一种方法 不是 它还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觉得 体育很开心 而这个过程 我们其实要告诉大家 不是让你去学习体育 而是更开心 更快乐的成长体验 它能够更有效地 去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也因此回到了我们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什么呢 就是疗愈 为什么要谈疗愈 对吧 其实事实上很多时候 大家会认为 这个东西 它肯定会有一个预设 就是我们其实 现在的孩子们 在学习过程当中 毫无疑问 他们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对吧 这个压力表现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对吧 我们还要打针 我们还要戴着口罩 其实大家都呼吸补畅 而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非常多 来自时代 给到我们的这种挑战 这些挑战 它其实会让 社会当中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 内在的心理压力 毫无疑问 心智上未成熟的孩子 更强 同时 我们也给了孩子 太多的期待 对吧 每个孩子都认为 我是带着全村的希望 来去成长的 不管你是Tony 还是Jennifer 对吧 但是 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 我们还要干嘛 我们还要回顾到 其实我们每个人前面 都还有别人家的孩子 事实上 这个东西是我们误解的 我们成年人 我们都知道 好像这就是 血淋淋一般的现实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压力三大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毫无疑问 是比对成年人来说 更强地压在了孩子身上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都必须要用 我们的肩膀 来去做支撑 而不是我们要干嘛 我再给你付个人 我再给你付个人 对吧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调试 这个调试的方式 在课堂上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找到它的基本规律 我们希望孩子在课堂上 有非常有价值的学习行为 它一定在心知层面 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是它的动机 它的注意力 它的情绪都被激活 好 什么东西带来这种激活 很简单 是在它的大脑 它的脑的认知 它的奖赏机制 能够被激活 好 我们的成年人能够创造更好的环境 或者我们的云言 或者我们的项目 能够激起他们 我们能够用积极的方式去唤醒 因此 其实事实上 我们更多的家长应该要关注 或者我们更多的老师 我们不要变成户巴郎吗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想 怎么样能够成为点燃孩子 传递给孩子爱和暖的 那一个重要的成年人 也因此在课堂上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探索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探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一个 我们的实验学校里面 我们做了 让孩子们来去评课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对孩子们的观察视角来说 他们基本上对于学习的状态 他们对于老师的这种 实生关系的糊弄程度 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 但是有一个点 大家可以关注到 有一个指标 差异非常大 就说明我们的很多老师的状态 他在学生的 我们做学习认知里面 他的这种幅度 偏差非常大 老师有没有表扬你的孩子 而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表扬很可能就是那个 最重要的激活快关 所以我们在非常多的 项目学校里面 我们通过这样的检视 我们告诉老师们 孩子都是好孩子 然后关键是 我们一定要在 有限的课堂里面 不要问50多个问题 我们要表扬 我们的50多个孩子 好 怎么表扬 对吧 我们事实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没有办法 给到一种标准化的模式 但是我们原来的 非常早期的 我们教育 那个最经典的观念 其实就是 我们要认为 每一个孩子 他都有无穷的能量 关键是 我们要找到 他的那个开关 去点亮他 那么这个点亮 怎么样去实现呢 我们有三个关键词 我们是广东人 对吧 我们广东有 黄飞鸿的精神 我们可能面对 要上什么 上梅花庄的这个挑战 第一个 我们要赶上 我们一定要面对 内卷的形式 我们要保持个定力 我们要赶上 要有勇气 第二个 上面我们要 腾螺跳跃 要武德出彩 那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第三个 一个人跳不出三米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一个人跳出六米 我们一定是要 老师和学生 要密切配合 或者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 要密切配合 拿出我们的合作精神来 通过我们三招 然后呢 整合出我们孩子 更美好的未来 我是华南师班大学的廖文 谢谢大家